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CES又会有什么样令人扎舌的看点呢 今年的CES早报小组编辑也赶到了拉斯维加斯展会现场 从今天开始早报将给大家带来 今年CES上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件和亮眼产品 大家记得准时关注哦 好了 接下来先看看今天的科技大新闻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今年10月到现在传门已久的英特尔和AMD合作成果终于解晓 英特尔正式推出采用AMD-RX Vega M的第八代Curi处理器移动版H系列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款名叫i7-8809G的处理器 虽属于八代Curi家族 但却使用了AMD Vega图形处理器 这意味着英特尔的整个处理器将包含一颗强大的图形核心 全新的处理器将会带来物与伦比的性能体验 更小的功耗以及发热 这也将是第一款使用EMIB的消费级产品 而且全新的异构芯片的设备将会在2018年第一季度正式发布 不知道这样一款产品消费者是否会买账 在2017年下半年迎来了数字货币遍地开花的局势 其中三角神电脑就是其中之一 三角神科技也携带三角神电脑参展了今年的CES 这也意味着三角神电脑正式进军国际领域 与比特币矿机不同的是 三角神电脑并不依赖显卡性能 而是通过共享自身的网络宽带 硬盘和计算力进行挖币 相比之下门槛更低一些 同时三角神电脑也拥有一般电脑具备的性能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一边挖矿一边上网办公 接下来是则有点搞笑的新闻 近日因为手游阿拉德之怒 涉嫌超级地下城渔泳士 腾讯提出上诉 日前已经有了判决 法院初步认定两者存在较高的相似性 并则另负责阿拉德之怒开发 运营的四方被告停止对阿拉德之怒游戏的下载 安装 宣传以及运营行为 呵呵搭 这真为2018年的年度笑话起了个好头 真是忘了自己是靠什么起家的了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则笑话 近日广电总局又发话了 说所有受到总局整改 警告 停播处理的节目 一律不得已成片 剪辑 花絮等各种形式复播 重播或变相播出 包括不得通过各种形式转移到互联网新媒体上播出 广播电视节目要坚持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坚决抵制低俗 庸俗 媚俗 但你们这样封杀就有点过了啊 PG1的粉丝知道了该有多伤心 一想到他的粉丝这么伤心 小驴却偷偷偷地笑出了声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科技早报 想要获取更多科技猛料的小伙伴们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